BOOK 3A 第二課 第69頁的第九題 這題我們就看回光線是由介質A進入介質B 入射角在A介質時是20度 而在A介質和B介質的速度分別是1.5乘10的8次 和2乘10的8次 即是說其實在介質A 這個光是比較慢的 而在介質B是比較快的 所以這個圖 B介質是快介質 在快介質的光線 其實應該角度都大 所以它第一是圖是有誤度 但是現在它給了兩個速度 希望你計算角度出來 那應該怎樣去計算呢 首先我們就要理解一般化的 施列意定的第一個水平 第一水平就是傳統我們看到這些情況 就是當由介質1去介質2 例如由空氣去玻璃 那光線就會偏向發線 折射率的定義 玻璃的折射率定義 就是浪費空氣的角 除以浪費介質的角 其實這個角度的比例 這個大這個小 同時也是光在這兩個介質的速度的比例 所以角度大應該是走得快 角度小應該走得慢一點的情況 但是因為這一個呢 這次它是給了兩個的速度 我們要求我們去計算這個角度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個關係 這樣就把它搬回來這個位 這樣呢 速度高的介質就是角度大的介質 而呢 A的介質的速度是1.5 1.5 就乘以10的8次 VB就是2乘以10的8次 所以A的速度 在A介質的速度 除B介質的速度 應該是PsiA的A介質的角度 除PsiB介質的角度 接著我們把這個數 搬回去的時候 10的8次可以約了 於是這裡就會出了0.75 而這邊呢 在A介質的角度是20度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Psi20除Phb 所以Phb按了計算機出來之後 就將會是27.1度 如果三位有效的話 所以這題的答案呢 就是B